当地时间1月3日,联合国专家们呼吁美国停止推动使用氮气缺氧的方式处行囚犯的计划。 专家们称,这种方法可能会使囚犯遭受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甚至酷刑。 据悉,肯尼斯·史密斯一于1988年犯下雇佣谋杀罪而被判决死刑, 并计划于2024年1月25日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以氮气缺氧的方式执行。 所谓氮气缺氧法及迫使囚犯带上连接到氮气瓶的呼吸面罩,并使其陷入缺氧。 58岁的史密斯是美国仅有的两位注射死刑的生还者之一。 此前,因多次静脉注射失败,阿拉巴马州未能按照原定计划于2022年11月对史密斯执行死刑。 这将是氮气缺氧死刑的首次尝试。 四名联合国官员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种方法可能会造成极端痛苦, 并且可能与美国宪法中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犹辱人格的惩罚的条例相悲。 我们担心氮气缺氧法会导致痛苦和屈辱的死亡。 联合国官员们说道, 路透社介绍道,美国大多数死刑都是通过使用致命剂量的巴比鲁酸炎执行的。 然而,由于欧盟法律禁止制药公司向监狱出售可用于死刑的药物, 美国的一些州一直难以获取巴比鲁酸炎,而不得不考虑采用其他方法。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也批准了氮缺氧处行,但尚未付诸实践。 公开资料显示,空气中氮气含量过高时,将使吸入气氧分压下降,引起缺氧窒息。 吸入较高浓度氮气时,患者最初感胸闷、气短、疲软无力, 继而有烦躁不安、极度兴奋、乱跑、叫喊、神情恍惚、固态不稳, 称之为淡敏顶,可进入昏睡或昏迷状态。 若吸入高浓度氮气,患者可迅速昏迷,因呼吸和心跳停止而死亡。 在中国,死刑如何执行?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 采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在指定的刑场或者积压场所内执行。 采用枪决、注射以外的其他方法执行死刑的,应当事先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刑事诉讼法第211条规定,下级人民法院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的命令后,应当在7日以内交付执行。 但是,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停止执行,并且立即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1.在执行前发现判决错误的。 2.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 3.罪犯正在怀孕的。 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执行机关在执行死刑前,如果发现有上述三种情形之一的,都应当停止死刑的执行,并将停止死刑执行的原因立即书面行事,报告核准死刑的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 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立即查明事实情况,并根据查明的情况做出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最高人民法院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裁定,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死刑命令,据由高级人民法院交付原审人民法院执行。 原审人民法院接到执行死刑命令后,应当在7日内执行。